是時候收看《多倫多明報》530 今天是3月29日 各位好 末期癌症的男人一對滾軸流冰蟹被人偷了 他哭了口叫賊人做好心,物歸原主 他說不是錢的問題 多倫多時的女人遇到家暴報警 警察不受理,三天後她被前男友殺死 喂!賣來看賣來選啊! 開完生日派對吃剩的披薩放在垃圾袋,20元一袋 有人敢賣,你又敢不敢賣? 住在多倫多的阿祖 他對滾軸流冰蟹上星期五被人偷了 他報了案,但警察告訴他 找回的機會很渺茫 他說這對滾軸流冰蟹對他意義重大 他說蟹是我的,無論用甚麼方法都請你給我 這對滾軸流冰蟹對阿祖意義有多重大? 我們就來看看阿祖的背景 阿祖已經64歲,一年之前被診斷為癌症第四期 只有15個月的命 經過一輪方射治療之後 他會再次接受電腦斷層掃描,了解最新的病情 而每一天,他踩著這對滾軸流冰蟹去醫院覆塵 他說,我已經64歲 竟然仍然能夠穿著這對流冰蟹去醫院 醫院的職員見到我都覺得我厲害 令我覺得很過癮 阿祖說,對滾軸流冰蟹不是便宜,但這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流冰蟹背後代表給了他自由、鼓勵的意義 雖然現在未找回鞋 但他現在對生命的信念比以前更加堅定 他說,我不會死,我要到處去 我要照顧我的孫子,讓他們擁有我弟弟沒有的東西 對滾軸流冰蟹是我的 無論用什麼方法拆腦給我 阿祖對上一次用流冰蟹是上星期五早上 當時他在瑪嘉烈醫院接受完治療後回家 就將那對流冰蟹停在家門口的小型客貨車司機位隔離的位置 到了星期一早上 他準備在車上拿一對滾軸流冰蟹 穿著去醫院做第18次 亦是最後一次放射治療的時候 才發現那對滾軸流冰蟹不見了 他立即哭了出來 他猜那對流冰蟹在上星期五到星期一早上被人偷 他已經向警方避了看 希望能夠找回 不過警察令他失望一點 警察跟他說 既沒有目擊者又沒有監控視頻 要找回失物就比較渺茫 因為一般來說,如果是入屋爆竊 警察會進一步調查 看看賊人有沒有留下指紋或其他證據 但是阿祖那輛小型客貨車看上來 又沒有被人破壞過的痕跡 但阿祖就說 很明顯是有人曾經上過他的車 因為車內的東西被人找到亂了 更加留下了一個71的咖啡杯 我猜 偷走阿祖那對滾軸流冰蟹的賊佬 是不會聽530的 但是會聽而又聽到的人 看看有沒有辦法幫阿祖找一對滾軸流冰蟹回來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雖然Officially已經踏入春天 但是那種春光明媚的感覺 總是沒有什麼 這樣也算了 冬天似乎還賴死不肯走 多人多時今晚還弄多1至2厘米的降雪 這樣也不止 還有時速達70公里的強風 還有下雨 由於降雪的密度都很大 影響能見度之餘 地面也濕滑 所以開車時就要小心 不過熬了這個週末 下星期氣溫又會高些 只不過就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是上是下 今日高3、4度 低1又跌回3、4度 而且沒有太陽光 說回今天 加拿大環境報指出 今日最高氣溫可以到攝氏9度 但因為有一股冷風在稍後時間 經過安省南部 所以在下午會首先開始下雨 然後雨會變為濕雪 到了下午4時半 雨雪都會停止 冷風經過的地區 風速可以達到每小時70公里 同一時間 氣溫將會急降到攝氏0下6度 這種濕濕冷冷的天氣 將會持續到明天和後日 到了下星期日 最高氣溫會急升到攝氏14度 但到了星期二、三、四、五 最高氣溫都會是今天就7、8度 第二天又會升到12度 再隔一天又跌回到7、8度 總之就是升升降降 到了周末氣溫又會回升 還有陽光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作為母親 Donna因為兩歲的女兒病小而悲傷 但她強忍喪女之痛 將自己的經歷和其他父母分享 希望能夠減少同類不幸的事件發生 Donna的女兒Muley 是死於臉球菌A型細菌感染 但起初她的病徵非常類似感冒 而至於Donna用錯了方法去處理 到發覺的時候已經太遲 釀成了無法挽回的悲劇 安省衛生廳也注意到 12月份開始 這種病例正在增加 本月初 兩歲的Muley 喜歡唱歌、跳舞的Muley 突然間發了燒 由於其他兄弟姐妹 也幾乎同時得了感冒 所以Donna就不以為意 用處理感冒的方式去照顧Muley 而表現的症狀來看 處理的方法也是正確 因為數小時內 就將體溫降了下來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 她的病情就惡化了 身上出現斑點 甚至開始不清 Donna立即將Muley送往醫院 這個時候 她已經心臟罩停 剛剛搶救過來 第二次心臟罩停又發生了 今次就不幸搶救不了 醫生檢查Muley的肺的時候 發現她的幼肺感染了A型煉球菌 引發肺炎 煉球菌A型病例的增加 尤其是兒童病例 已經促使世界各地的多家衛生組織 發出警暴 安省衛生廳也注意到 12月份有病例增長 A型煉球菌並不罕見 當她進入通常沒有細菌的身體部位 她就會變得具有侵日性 經過這件痛心的事件之後 Donna和丈夫希望提高其他家庭 對這種病菌的認識 敦促她們不要對任何症狀 掉以輕心 就算是發燒也要重視 確保病人接受煉球菌A型病菌的檢查 因為有時連醫院都會忽視 將她誤認為是感冒或是流感 現在真是生活艱難 有多難? 有人將開完生日派對 吃剩的薄薄放在垃圾袋裡 再放在網上賣 但你別說 真是有人肯交易 還一日之內成交 將吃剩的薄薄放上網賣的人 是來自萬錦士的西羅姆 她說自己的四歲女開生日派對 老婆又怕不夠食物招呼客人 於是就買了很多薄薄 最後吃不完 所以就放在Facebook Marketplace買 分別是10塊意大利辣香腸薄餅 5塊芝士薄餅 8塊素薄餅 最初她開價20元 問有沒有人肯買 但她後來改變主意 又說不介意以物易物 但一定要在上星期六成交 細狼沒用解釋 用垃圾袋裝薄薄 絕對有原因 叫人不要只看賣相 因為垃圾袋有好好的絕緣性能 又能抗油脂 可以保存薄薄的新鮮 她老婆還說 這是意大利人保存食物的絕密秘方 不過這樣她也承認 用垃圾袋裝食物 是就是沒有美價 對於上網賣吃剩的薄薄 但西朗姆就說都是迫不得已 她說現在的食物價格 甚麼都貴過人 雜貨的花費比以前多了一倍 上網賣薄薄 都是公平交易 你情我願 那這些便是省價 不過你別說 不但有人見到廣告後有回應 更在一日之內成交 當中有人提出用價值6.4毫1的 Tim Horton積分卡來交換 也有人願意以Chinese food來交換 最後西羅姆就選了一個 提出以漢堡包Coupon 另一小盒朱古力的人來做交易 那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個方法限得就限 又不會浪費食物 何樂而不為 只不過如果總理杜魯多 看到這段新聞 知道民間疾苦的話 不知道派雜貨退款時 會不會鬆手些 23歲的多倫多女子馬利亞 在發現前男朋友 杜曼通過短訊騷擾和威脅她後 便去報了警 並且對處理這件案的警員 阿芳索和一個姓李的警員說 前男朋友的行為 令到她擔心自己的安全 但態度輕鬆的阿芳索 就一度警告馬利亞 在警告馬利亞 叫她不要搞麻煩 三日後 馬利亞在真街甲威爾順路 附近的一個地下停車場 被發現被人開槍打死了 之後 警察對她的33歲男朋友 暴漫發出了全國通緝令 說她持有武器 有暴力傾向和危險 一個月後 杜曼被拘捕 並被控一級謀殺罪 這件發生於2022年8月18日的慘劇 只要當時查案的兩個警員 工作態度能夠認真一些 就可以避免到 警方的文件顯示 警員阿芳索和馬利亞的前男朋友 杜曼只談了三分鐘 調查不充分 信息收集不充分 完全無視可能存在的合理和可能理由 並未對杜曼提出任何指控 阿芳索也沒有向主管報告任何有關騷擾的細節 還說謊 他說馬利亞的前男朋友沒有與槍支有關的問題 實際上這個人是禁止持有槍械的 阿芳索和他的搭檔李警官和馬利亞的對話 都被他們的隨身攝錄機拍攝低了 阿芳索其後被警隊控告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保護當事人 儘管當事人一再說擔心自己的安全 阿芳索的不作為 表明了他對報案人安全的無情漠視 昨天上午 阿芳索首次為了這件案出庭 他沒有對他面臨的四項不當行為控罪提出抗辯 這些控罪包括了換忽職手和欺騙 目前他是被大聲停職 警方發言也證實 勝利的警員也會面臨上未公開的不當行為指控 多倫多警方對這件事採取了一個非常不尋常的步驟 就是發布了警察總長戴喬的聲明 譴責警員的不當行為 聲明說戴喬會見了馬利亞的家人 向他們通報了對阿芳索的指控 並且表達了他誠智的哀悼 一條寶貴的生命 遇上警員一種冷漠的工作態度 生命無助 換回來的就是警察總長 這個誠智的哀悼 多倫多士16歲少年馬加哈斯在地鐵站裡無辜被人捅死 令乘客人心惶惶 警方更罕有地發出警告 指他們無法找到一個曾出現恐嚇會襲擊其他人的男人 而偏偏這個男人經常會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呼籲其他乘客要小心 杜蘭區警方現在正尋找一個在上星期六 曾出現恐嚇會傷害其他人的41歲男人 博德納休克 警方最初相信這個男人在奧沙華市 呼籲知道他去向的市民聯絡警方 但今天多倫多警方就透過Twitter發出警告 只有理由相信這個男人就是多人多 還會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連警方都這麼警惕 乘客就更不用說 馬加哈斯在地鐵站遇襲的事件 似乎比之前其他襲擊事件更引起乘客的關注 正確來說應該是更令乘客不安 每天坐公車上學的Angel Natale 說 我17歲難免會想如果被襲擊的是我會怎樣 他說平日坐地鐵時都會聽過 但現在他都會將音樂收拾 留意四周的環境 說回馬加哈斯 一般來說受害者的家人都不願意見傳媒 希望保留一些私人空間 但馬加哈斯的媽媽 無論如何心如刀割也好 他都堅持接受訪問 還在訪問時特意穿了兒子的衣服 說這樣可以聞到他的氣味 他性淚俱下地說 我接受訪問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馬加哈斯 我希望可以改變一些事 馬加哈斯的媽媽是一個護士 諷刺的是他之前更加在一間精神健康醫院 完成臨床實習 他質疑為何有需要的人得不到需要的護理和支持 他認為政府要做更多事 來幫助那些精神有問題的人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零下攝氏5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5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原汽油價價會升一仙 每公升148.9仙 卓建醫療位於九龍灣的醫療中心被發現 為14個市民接種了超出建議使用日期的復必泰二價疫苗 衛生署今天去到該中心巡查的時候發現事件 現在正是調查和跟進 衛生署說今天巡查這個醫療中心的時候 發現在3月21號到28號期間 這個中心曾經為14個市民接種超出建議使用日期之後 1到8日的復必泰二價疫苗 據疫苗製造商復星醫藥的建議 復必泰二價疫苗是在解凍後需要在70天使用 衛生署表示高度關注事件 已即時展了調查並提醒職員 應定時檢查疫苗的建議使用日期 分開存放不同日期的疫苗 及適時按照衛生署指引處置已過期的疫苗 衛生署說已諮詢本地專家的意見 並向復星醫藥了解有關疫苗的安全 效能及質素資料 專家建議受影響人士無需重新再接種 另外建議醫療中心 應主動跟進受影響人士的健康狀況 衛生署已要求醫療中心聯絡受影響市民 解釋事件及跟進他們的健康情況 如果有任何不適 應立即處理及通知衛生署 處方暫時未接獲受影響人士的不適報告 卓健醫療表示 事件涉及人為失誤 對受影響的14個市民深表協議 他們將會加強員工培訓 以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另外已重新檢查所有醫療中心 確保所有疫苗都在建議使用日期之內 網上詐騙信息橫行 有報稱是港股情報的社交網站平台 以前任特首林鄭月娥的相片招搖 說下個月會搞個所謂高端教育論壇 前任特首辦回覆查詢說 有關活動是虛假消息 前任特首辦上星期已轉交被警方跟進 查詢後 相關專頁和網上信息都再登入不到 根據這張所謂論壇海報 其他的嘉賓還包括了 報章創辦人石鏡泉 策略師邵志堯 邵志堯在他的Facebook就說 人名真的 協會真的 地點真的 但是整個活動是假的 他說他自己只能夠阿Q這樣看 很高興自己能夠被安排 和前任特首一齊 他的照片 大家好我是Xiaoyen 大家好我是Xiaoyen 我是Xiaoyen 我今天在香港 大概3、4年前 來訪問了 我非常想來 我今天來訪問了 我今天來訪問了很多 但是 我第一次來訪問了 我今天來訪問了很多 我今天來訪問了很多 我當時非常驚訪 我很驚訪 我當時 我看到一些很大的 我看到 我看著 他很大的 因為是歷史悠久的地方 我都聽到參賽者都跟我說 這裏是真是很有歷史的地方 他來到這裏打高爾夫的時候 就是覺得這個環境 令到他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這次除了打高爾夫 有沒有時間這麼久沒有來香港 有什麼地方有的地方 我已經來過了 我先去做的地方 兩、三個以上的地方 我以前沒有去過 在韓國的城市中有名的地方 我去那裡去看照片 然後吃了一些地方 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這裏是很美味的 我來看照片 我來過一次一次過了 其實我來到香港想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我最低限做了兩至三樣東西 包括我去了中環的荷里活道 所謂的叫SOHO的壁畫的街道 又拍照又拍攝 去到這個叫local food 但是它連招牌都沒有的一個餐廳 即是地道食物的餐廳沒有招牌的 它亦都搭了中環的扶手電梯 原來扶手電梯都很長 我搭到最遠的那個 然後就看了香港 會不會都有計劃 少女時代再來香港 都很久一段時間沒有的 那當然是秘密 今次買的關節秘密 是否來開場啊 我們有機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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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感激 對 他們都很希望 盡快的時間見到粉絲 但是呢 機會達到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盡快 過來見我們香港的粉絲 除了DJ的工作之外 現在在韓國還有什麼忙的 我最近是DJHORO 全世界 全世界都要去很多國家 所以有很多朋友 比較近的朋友 他們有很多朋友 其實DJHORO也會有一個 全世界會不會講得太多呢 不如說是各個國家 他們都會去拜訪我們的粉絲 在那邊跟他們見面 有沒有被粉絲認出 在這幾天去遊覽的時候 我每天都在看得很漂亮 或是很漂亮的 照片拍攝的時候 當時有故事發揮了 但那裡出現了 我去的時候 我的Instagram一直看著 我看得太多了 所以我跟朋友們 也會跟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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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拍攝 其實他有一個慣性 去到哪兒拍到哪兒 他就把他的IG的故事 放上去 誰知道那些粉絲 真的在現場出現了 我看到粉絲的時候 他也會跟我打招呼 也幫他簽名 那些粉絲都追得他很貼 在IG的故事 他成員知道他來香港 我就是很羨慕他 以前 我一人在我的行程 看著我 我應該要來香港 我應該要去飛機 我應該要去飛機 所以我去飛機 我會想要去飛機 我應該要去飛機 所以我應該要去飛機 我應該要去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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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的朋友都很羨慕我可以來到香港 她說自己打歌、打足也有十年了 但在香港打這次是第一次 覺得來到這裡看到環境非常漂亮 也知道這裡歷史很悠久 對,所以她今天打歌 覺得非常幸福和有趣 但這節目出的簡直 多了很多人的認識她 還有帶到甚麼給她 確實在在社交媒體上 大約一整天的DMA 世界上有很多人 我確實在這段時間 有什麼事都沒有 但在社交媒體上去 我真的有很多效果 謝謝 謝謝 其實這個節目出了之後 她說現在 SNS每天都有差不多一千個 直接訊息 她說自己做了這麼久 她說格鬥選手這麼久 都沒有試過有這種待遇 她說真的託這個節目的福 令她真的感覺到自己 現在的人氣正在上升 是否也接了很多工作 大約到她們的收入都沒有真正 還可以說 還可以說 現在開始了很多事情 現在開始了 很多事情 在世界上回歩 所以她這時候 她說真的 她認為自己的主要 其實她的主要是 她的主要是 是 她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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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 開始慢慢的 開始繁忙 她到全世界 四周這樣做事 她最主要是 她想自己的角色 正如她 在《Physical 100》也說過 證明給大家看,雖然他是一位大叔 其實他努力也有機會做得到 希望將這個樣子給全世界的人 其實他出生之後真的少了 我想打了一次 所以… 等於沒有打 對,所以一段時間沒有打 但今天可以打了這個 專業、專業和孽子一起打 感覺又回來了 那條癮又… 打完他一起催促 我會,其實我今週週會打他出來玩 怕會過來 可以當然是最好,三代同堂 因為我以前學高速的時候 就是我爸爸媽媽想我打 現在還有一個孫子 希望他有機會可以跟公公婆婆一起打 這個我有拍照 還要很不好意思,上前拍照 因為我老公很喜歡他 所以我特意要拍照給我老公看 有看他的節目嗎 對…我們也有看 老公有否打算操練到他那邊 他…加油… 他也很喜歡我,我老公真的很喜歡操練 他每天在家上網看 如何操練得比較健碩,很有研究 他現在有成績嗎 在我眼中,命運也是最好的 很健碩,又英俊 是你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明報530新聞直播 我們臺前幕後一定會繼續努力 將新鮮滾熱辣的新聞送給大家 如果覺得我們做得好的 不妨送幾顆星星給我們異作鼓勵 辦法很簡單 只需要在Facebook網站的Stars購買星星 然後在我們視頻的左下角 點擊星星標誌 多點聲鼓勵我們 讓我們可以用更好的設備 更多的人才 發掘更貼地更過癮的新聞送給大家 明報530 請坐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